白天的气温回升 大家特别有感觉 特别是各地大多是多云道型的好天气 不过明天开始会有一波跳水式的降温 冷空气席台 强度可能来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预计最冷时间点落在星期二到星期三的清晨 北台湾低温恐怕会下探到13度 中部花莲地区低温也有4到5度的降幅 南部地区台东也会降温 低温大概剩下17度左右 全台变天勇敢 周二以前北部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也渴望再度飘雪 阳光洒在身上还是热到很有夏天的感觉 不过强冷空气席台倒数中 各地将在一系之间变天 周一开始转为湿冷 单就以冷空气的强度来看的话 这波冷空气是比上一波冷空气还强的 明显的温度变化 各地的温差可能都会差到到10度以上 全台急动强度可能达到大陆冷气团等级 北部低温从20度到了周一清晨 一口气降到剩下14度 预计最冷时间点落在礼拜二到礼拜三清晨 北台湾可能下探至13度低温 中部及花莲地区低温也有机会来到16度左右 气温约有4到5度降幅 南部地区和台东低温也将从23度降到17度 而这样的气温骤降连气象局长证明点都提醒 全台显著有感尤其北部东北部要注意这一波偏湿冷的天气形态 北部东半部跟中部的山区都会有降雨局势增大的一个情形 在礼拜二的话是温度最低 所以说如果水气跟温度有搭配到的话 其实在北台湾的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是有机会有下雪 直到周五预计又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来袭 冷空气接力报道提醒民众留意温度变化 介入陈建国台报导